好 下一个支点 出租人的快处理 出租人的快处理应该说呢 大部分内容和老准则是差不多 但也有很多内容 新增和变化内容 比如转租 以前没有讲过转租 转租就是我们实务中所讲的二房东 二房东 我租了一个房子 我就转租给别人了 俗称二房东 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这个它的快处理 那么还有呢 售后租回的快处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但是其他很多内容都是一样的 来 第一 出租人 租赁的分类 那么出租人在这儿仍然分类为融资租赁和基因租赁 那么注意出租人 成租人不在分类 出租人在这儿分类的 所以第一 融资租赁和基因租赁 那么出租人应当在租赁开始日 没有七字啊 没有在七字了 在租赁开始 那么要将租赁分类为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 第一 什么叫融资租赁 是一项租赁实际上转移了 与租赁赁有关的所有权 相关的几乎全部的风险和报酬 那么出租人应该将该项租赁分类为融资租赁 所有权上的几乎所有的风险报酬都转给这方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判断融资租赁 比如说我是飞机租赁公司 我把这架飞机租给你们了 这架飞机使用寿命假定20年 我租给你们的期限就20年 所以这架飞机啊 这架飞机 所有权几乎全部的风险报酬都转移给你 这不都转移了 都转移了 你们用这架飞机你们就可以什么 你搞客业那么赚钱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什么 就是我们所讲融资租赁 好 净租赁排除法 除了融资租赁之外的其他租赁就叫做净租赁 第三 那么租赁开始后 除非发生租赁变更 这又讲租赁变更啊 城所租赁变更讲完了 那么这块一样的啊 除非发生租赁变更 那么出赁无需对租赁分类 重新评估 不需要评估 原来是融资就是融资 原来基因租赁就是基因租赁 但是如果发生了租赁变更的情况下 那么就有可能要重新计量了 好 接着看 租赁赁资产预计寿命 预计余值等会计估计变更 和发生成存违约等情况变化的出租人 不对租赁进行从分类 不对他进行从分类 那么也就是说寿命变更啊 寿命 预计寿命 使用寿命啊 还有余值等变化 这些都水估计变更 估计变更 这块等告诉你估计变更了啊 发生了成存违约等情况 成存在这都不需要从分类 不需要从分类 也就是说我把融资租赁变为进行租赁了 不是的 这是第一 第二 融资租赁分类的标准 这个和老准子完全一样 那么一项租赁存在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 满足一个条件可以啊 通常可以分类为融资租赁 第一 租赁期届满的时候 租赁资产所有权转移给成租人了 第二 如果在租赁协议中已经约定了 根据其他条件 在租赁期开始就可以合理的判断 租赁期届满时 出租人将会将自然的所有权转移给成租人 那么一定分类什么 融资租赁 分类为融资租赁 比如说租一台设备啊 租一台设备 我把设备租给你们了 设备租给你们以后 合同规定 租赁期届满 不需要付任何款项 所有权转给你们了 比如说我的这个设备能使用十年 我租给你们就租给你们十年 就十年 我再收回来没有意义了 收回来也没有意义了 我就转给你们 所有权转给你们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对我出租人而言 那么一定就是融资租赁 好 第二 成租人有购买租赁的选择权 所定立的购买价格 预计将远 低于 远低于 看到吗 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自然的供应价值 因而在租赁开始 没带妻子 租赁开始 我就可以合理确定 成租人一定会行使这个选择权 我也应该判断什么 融资租赁 这个内容在我们国家 在以前的时候 财政官在讲后 曾经讲过民航业 民航业 民航业在改革开放出户期的时候 很多飞机是从美国租赁来的 美国租赁来的 就是美国波音飞机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飞机 在改革开放之前 基本上都是苏联飞机 那苏联没接起 苏联的飞机 那么还有呢 就英国的飞机 叫英国的飞机 三叉几 大家可能知道 改革开放以后 那么美国的波音飞机 那么进入中国市场 那么那时候租赁来 租赁来 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租赁期借满以后 飞机呢 那么往往是很低的价格 卖给中国了 卖给中国就这种情况 那么多少较低呢 看这条题 出租人和成租人 签订一项租赁协议 租赁期三年 租赁期借满 有权 以一万的价格购买 租赁赁 那么呢 签订协议时 我要估计租赁期借满时 今天我估计三年后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值四万 我给多少钱 给一万 那么这时候 一定要注意 从出租人的角度来讲 判断为什么 融资租赁吗 判断 为什么呢 为什么判断融租赁呢 因为由于购买价格 仅为公民价值的 20% 以25%为界限 叫远低于公民价值 远低于公民价值 所以25为界限 25为界限 也就是这东西多少钱 那么三年后 这东西四万块钱 我给一万块钱就可以了 那么你们出租人 一定判断融租赁 如果没有别的条件 那么成族人在租赁期 届满时 一定会行使 购买选择权 在这种情况下 出租人在租赁开始 没有7字 7那天边分落 这是租赁开始 既可以判断该项租赁 判断为什么 融资租赁 我以前曾经讲过这么一例 这我15中碰到的例子 我给一个讲课 上课的时候 那么就涉及到一个 他们那个发电设备 是融资租来的 发电设备 租赁期间 支付的金额就一万 就一块钱 不是一万块 一块钱 那么这一块钱象征性的 一块钱支付了 所有权转移了 就是所有权转移了 办一个所有权转移手续 就给一块钱 作为10点 作为10点 这15中的 那么这一块钱 和那个上亿元的设备来讲 那么显然一定可以判断 乘赁人将行使 这个租赁选择权 对吧 好 第三个标准 资产的所有权 虽然没有转移 但是呢 我们可以套这一公式 是租赁期占 租赁资产 使用寿命大部分 那么15中 这个大部分 一般来讲 超过75% 含75% 好 那么这公式 分子上什么 是租赁期 这分子上有了 分子上租赁期有了 这是有了 分子上有了 分母上什么 是租赁期开始 不是 那个带7字 租赁期开始 租赁开始 那么你看看什么 是租赁开始 没有那个7字 没有7字 带7字那天要编分路的 是租赁开始 租赁资产的使用寿命 所以这个分母上是这个 分母上是这个内容 那么算出75 含75 你上的啊 含75 那么这条标准强调是 租赁期占 租赁资产使用 生命比例 但是 而非 租赁期占 该项自然 全部的 全部的 可使用年限 可使用年限 所以一定要注意 是指的是 租赁期 开始 还是租赁开始 这是第一个啊 那么这个有时间差的啊 一般题目会告诉你的 我们一般的租赁开始 从租赁开始 那么这项资产 可使用的寿命 如果全新的无所谓 如果全新这俩公式都一样了 但不是全新情况下 就要注意了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这个租赁资产是旧的话 那么租赁之间 已使用年限 已经超过 超过了 这已使用年限 超过了 自全新 全新的时候 算起的 可使用年限的 百分之七处 这条标准就不能用了 好 下面我用例题来说明 快速回答 某项租赁设备 全新可使用年限 十年 已使用了三年了 从第四年开始租出 那么租赁76年 那么判断是否融资租赁 套公式呗 是融资 是的 由于租赁开始时 该项自然 使用了寿命是七年了 所以分子上叫租赁期 分母上呢 那么租赁资产的寿命 寿命时段是七年 不是那十年啊 不是十年啊 是七年 所以这俩一笔算出 87.5% 超过了85.7% 所以符合这个标准了 因此可以判断什么 融资租赁 很简单融租赁 所以说这个七年啊 那么这个七年看 由于租赁开始 该设备使用的寿命 开始算起来是七年 也就是说已经使用三年了嘛 尚可使用年限 那就是这个七年 对吧 所以往前翻 我还得往前翻 这说这事啊 所以就这就很多不理解 而非租赁期占 该项算全部可使 全部可使用年限 就是全部可使用年限 就是指全新的时候的啊 全新的时候 所以这个分母上 我们还可以用简单的话来讲 就尚可使用年限 完了吗 尚可使用年限 尚可使用年限的话 那么就是指的什么 就是指租赁开始 租赁自然 他的使用寿命 就这意思 回来接着看我们这句话啊 要不然这话不好理解啊 再接着看 所以这道题判断为 融资租赁 再说一遍 分子上是什么 租赁期分不上 尚可使用年限是七年 算出85.7% 因此符合 再接着判断啊 假定全新还是十年 已使用还是三年 从第四年开始租出 租期仅为三年 那么我们来判断吧 分子上是 租赁期是多少 三年 分不上尚可使用年限 七年 两一出 42.9% 不符合第三条标准 所以只能判断什么 只能判断什么 那么只能判断其他的 就是也就不属于融资租赁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所以该项租赁 不能认定为融资租赁 好 那么再接着看 那么还是十年 你使用了八年了 从第九年开始租出 那么租赁期就是两年 那么能否判断融资租赁呢 不可以了 为什么呢 理由 该项设备使用寿命两年 那么虽然租赁期占尚可使用年限 两年比两年嘛 两年比两年嘛 是百分之百 但由于租赁之前 已使用年限 超过了可使用年限十年 可使用年限十年啊 那么全新的十年啊 得百分之七十 那么也就是说 这块来一笔 是八十超过七十 所以这条标准不能用 只能用别的标准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条标准 第四 租赁开始 租赁收款额的限制 几乎相当于 租赁自然的公元价 这个几乎相当于 通常是掌握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几乎相当于 怎么理解呢 特别简单 比如说 租赁收款额限制 折现价是七百一十五 租赁赁的公元价七百 那么能否判断容租赁呢 判断为容租赁 因为租赁收款额的限制 七百一十五 大于租赁赁的公元价百分之九十 也就是说 是七百到百分之九十是六百三 看到吗 七百一十五大于这个六百三吧 所以符合第四条标准 因此可以判断什么 容资租赁 可以判断容租赁 好 最后一条 租赁赁性质特殊 如果不做较大的改造 只能由成赁人才能使用 那么这个时候一定判断容赁赁赁赁赁是由出租人根据成租人对资产的型号规格等方面特殊要求专门购买专门建造的就专够专用性质 那么这些租赁赁自然如果不做较大的重新改制的话其他企业没法用 这种只能就是容赁赁赁赁赁 所以说像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一般来讲 使用期多长时间 租赁期也该多长时间了 因此只能判断融资租赁 不能别人不能用 你不用了 我租给别人 别人用不了 就是为你专门定制的 好这五个条件 满足一个就可以 那么可以判断融资租赁 接着看 下面特殊的 老准则没有讲新准则才讲的 一项租赁存在下列一项或多项迹象时 这叫迹象 也可以分类融资租赁 第一 如果成租人撤销租赁 成的撤销呢 那么撤销租赁对出租人造成的损失 由成租人承担了 你赔吧 全部赔吧 这种情况也可以判断什么 融资租赁 那么第二 资产余值的价值的波动 会产生利得和损失 归属谁 归属成租人 资产的余值的变动 利得和损失都归成准 那也可以判断融资租赁 比如说我们租量汽车 租量汽车 这个我们说了 五年后这个汽车值多少钱 如果不值的 你得赔我钱 赔我钱 这个损失是由成租人来承担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判断什么 融资租赁 所以来看 例如租赁期结束时 出租人以相当于资产销售的收益的 绝大部分的金额 作为对租金的退还 说明成准承担了租赁余值的 几乎所有的风险报酬 都归他了 所有的风险报酬都一样的 第三 成准有能力 以远低于市场水平的租金 继续租赁继续租赁 一直到下一个期间 也可以认为判断为融赁 那么这是激励 此项经济激励的政策 与购买选择权类似 如果续租选择权行权 远低于市场水平的话 也可以判断成准将继续租赁到下一期 我给你很大优惠了 对吧 所以远低于市场的水平 这个水平租金水平 那么一定判断融赁继续 三种情况都可以判断融赁继续 这是我们讲第一问题 第二问题 出租人对融资租赁的快处理 第一问题 初始计量 那么在租赁期开始 带七字了 不带七字 计算 带七字了 编分路就这么简单 所以编分路快处理 出租人应当对融资租赁 确认为应收融资租赁款 并终止确认租赁赁的原来账命价值 出租人在对应收融资租赁款进行初始计量时 应当以租赁投资净额 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 所以说在这里设到一个术语 就是租赁投资净额 这什么内容 我们后面要展开来讲 所以说我们在会计核算的时候 出租人应该对应收融资租赁款 进行初始计量 那么这个应收融资租赁款 下设两个明细科目 两个明细科目 后面来说 先来看这个 租赁投资净额 为未担保余值 这里叫未担保余值 和租赁期开始日 尚未收到的租赁收款额 然后按照租赁内含利率 折现的这个限值之和 那么叫做什么 叫做租赁投资净额 其中这个未担保余值是什么 未担保余值 那么也就是说 我租赁这个资产 先把这些解释一下 这个未担保余值 比如说我租了一个资产 我出租一个设备 出租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 我租期假定10年 但是全新的时候 我是新的20年 你就租一半 一半时间剩下的 你不租了 还给我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判断 我出租要判断 租赁期届满10年后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比如说这个东西值100万 假定说值100万 好 这100万叫什么 叫资产的余值 有没有资产余值 好 这个资产余值 又可以拆分成两个 担保余值和未担保余值 那么有担保的 担保的余值 担保的余值 可以有人担保 那么这个担保 这个担保可以谁担保 你可以出租人 成租人 或者说是 无关第三方担保都可以 无关第三方担保 担保公司担保都可以 反正有人担保就行 包括 关联方的人担保都可以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叫未担保余值 未担保余值 不写了几个字 未担保 这个未担保 谁都担不起 出租人 出租人 那么说了 那么怎么办啊 你成转你不担保 担保公司不担保 那么我出租人怎么办 我自己担着吧 所以叫未担保余值 谁都不担保 我自己担着吧 我自己担着吧 所以租赁投资净额 是两个之和 一个就是担保余值 再加上租赁期开始 尚未收到的租赁收款额 然后按照内含利率 这一定是内含利率 内含利率 这块不能说增量借款率 按照内含利率 折现的限值之和 好 那么再接着看 那么租赁内含利率指什么 指的是 指 是出租人的租赁收款额的限值 与未担保余值限值之和 两个限值之和 这个限值之和 就是我们后面所讲的租赁投资金额 正好等于什么 这个公式正好等于什么 正好等于租赁赁的供赁价值 与出租人的出使直接费用之和 的利率 所以这块的公式告诉我们 可以用差值法来计算内含利率 用差值法来计算 因此出租人在发生出使直接费用时 这个出使直接费用 包括在租赁投资金额中吗 当然包括了 换句话来讲 也应该包括在应收融资租赁款的 出使入账金额中 包含这个出使入账金额中去 所以这个是准则中规定的 老准则也这么规定 新准则也这么规定 所以有人说老师 这个出使是已经费用了 已经费用 我收不到钱了 还干嘛放在应收融资租赁 准则规定 因为是根据的沟级关系算出来的 好 这是一个 下面我们对比一下 租赁收款额 租赁付款额的五项内容 所以租赁收款额包括五个内容 那么租赁付款额也包括五个内容 所以一个是站在成租人角度来讲 一个站在出租人角度讲的 我们现在要讲 讲的是出租人 所以租赁收款额 是我们出租人要用的这个资料 好 现在先看第一 先看这边 租赁收款额是指出租人 因让度在租赁期间内 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 而向成租人收取款项内容 这是定义 那这边 看这边一样吗 一样吗 自己对象一样吗 对吧 差不多吧 那么这边指的是成租人向出租人支付 那么这边呢 是让度 让度 其实内容差不多 这是概念差不多 只不过要租赁收款额 一个要租赁付款额 那个是指的是成租人 这讲的是出租人 好 继续看五个内容 第一个 成租人需要支付的固定付款额 以及实质性的固定付款额 那么如果存在激励的 扣掉吗 扣掉 结论 与成租一样吗 一样 看那边一样吗 自己看一样吗 一样 我把那边给你拿过来了 自己对照看一下 一样吗 一样 所以一样 所以我重点讲这边 那么紧接地 取决指数或者比率的 可变的租赁付款额 该款项在初始计量时 根据租赁期开始的指标 和比率确定 那么这个包含在租赁收款额中 包含和那边一样吗 那边一样 所以和成组上又是一样的 基本一样的 基本一样 所以说我确定了租金 我前面讲确定了租金 我是每年租金 假定是一千万 那么这个是按当时的 当时的CPI指数我来确定的 那么以后变 再说以后 以后变 再说以后 那我们现在先不考虑的 所以这个内容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纳入到 那边纳入租赁付款额中 这边纳入租赁收款额中去 第三 如果有购买选择权的 有购买选择权 行权价格的 前提是合理确定 乘赁将会行使选择权 那么如果有行使购买选择权的 这个行权价格纳入到出租人的租赁收款额中 那么那边纳入到成租人的租赁付款额中 折现要折现吗 折现 接着看第四 那么成租人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需要支付的款项 前提条件是租赁期反映出成存将会行使终止这个选择权 会行什么 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看好了 这个内容我们就应该考虑这个因素 租赁期时间长短的问题了 我估计啊 我估计租期原来合同签订十年期啊 到第五年我将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因素我考虑吗 当然考虑 你确定租赁期就五年了不是十年了 两边一样吗 一样 因为都需要折现 第五 多了两个内容啊 第五个 由成主人与成主人有关的一方 以及经济能力啊 以及有经济能力履行担保义务的独立第三方 独立第三方出租人提供担保余值的 担保余值的 好 那么那边呢 根据成主人提供担保余值 预计应支付的金额 那么这边是一样的 那么和成主人相比 多了这两个内容 多了两个内容 所以说白了啊 这里面讲的什么意思啊 指的是与成主人有关的一方 有关的一方指谁啊 有关的一方指的就是 你的母公司 你的子公司担保 你自己可以担保吗 可以 或者说你自己 那么这边就成主人 这边就成主人提供的担保余值 那么这边呢 是与成主人有关的一方 谁呀 母公司 死公司 或者说是 或者是 以及有经济能力 履行担保余务的 独立第三方 谁呀 担保公司 这担保公司呗 担保金额 多这么两个内容 那边就成主人 那么这边呢 是与成主人有关的一方 也就关联方 或者担保公司 担保自然余值 所以多两个内容 那边就是一个 成主人自己担保 就这么一样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担保余值的话 这个担保余值 我们应该考虑什么 折现去 也要考虑 两边都应该考虑折现 接着看 那么这边呢 叫租赁负债 租赁负债 那么等于租赁负债 是由两个明细科目构成的 一个是租赁付款额 那么一个是 未权融资费 它是它的背底科目 所以我们边分路的时候 借记使用权自然 对吧 代记租赁负债 二级科目 租赁付款额 然后借记租赁负债 二级科目 未权融资费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 叫租赁负债 它是限制入账的 那么这边呢 叫应收融资租赁款 应收融资租赁款 又等于租赁投资性额 那么又等于 未担保余制限制 加上租赁收款额的限制 好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又等于租赁赁赁的 供应价 加上出赁 初始职业费用 这个初始职业费用 和我们前面讲的内容一样 都一样的 都是有横等关系 那么再接着等于 就应收融资 租赁款的 二级科目 租赁收款额 减掉 应收融资 租赁款 二级科目 为实现融资收益 那不叫为全融资费 这不叫为实现融资收益 再加上一个什么 再加上一个 应收融资租赁款 二级科目 叫未担保余制 谁都不担 我自己担着 我自己担着 那我只能放在应收当中 放在应收当中 叫未担保余制 这是他们的一个 高级关系 对比跟你们说完了 接着看 那么如果某项 融资租赁合同 必须已收到 这个租赁保证金 有保证金的前提下 才能有生效的问题 那么出租人 收到成租人 交来的租赁保证金 怎么办 借行存款没问题 带什么 带什么 那么准则归 已经带的是其他应收款 放到其他应收款当中去 不是其他应付 其他应收款 叫租赁保证金 那么成租人到期 如果不交租金的情况下 那么你可以拿保证金 来抵付租金 在这时候 在借记 在借记其他应收款 借其他应收款 那么转哪去 带记 应收融资租赁 如果违约的话 如果违约的话 那么好了 那么这个保证金 不再退了 那么借记其他应收款 转哪去 转到营外 没收了 相当于没收了 没收保证金 这是它的一个处理方法 所以你说走营业外收入 内容 其实很少了 这块有一个营业外收入 有个营业外收入 记住 这个营业外收入 没收保证金 这是第一个 好第二问题 融资租赁的后续计量 那么出租人应当按照固定的周期性资率 和我们前面讲内容一样 讲内容一样 那么计算并确认租赁各期内 它的利息的收入 对方叫利息费用 好提醒大家问题 在初始计量时 应当采用租赁期开始的指数 或者比率进行初始计量 那么无论是否纳入 如果纳入成租人的租赁负债 还是初始计量的租赁投资 金额的可变租赁负款额 如果是可变租赁负款额 只包含是取决指数和比率的 可变租赁负款额 那么这个内容 我们前面还记得讲过这么一内容 我们说成租人 那么当时的 假定当时的CPI指数100 那么当时确定租金还记得 是1000还记得 那么这个时候 这以前纳入不纳入 最开始最开始的租赁负款额中 纳入 那么这边纳入租赁收款额中去 以后你的物价指数变了 那么这个租赁收款额 租赁负款额有可能变 那是以后的事 注意这个内容 所以这块告诉我们这个问题 之后支付还是取得的 可变租赁负款额 那么如果与实际 如果是与租赁赁的 未来绩效有关 未来绩效有关 或使用情况挂钩的 可变租赁负款额 在实际发生的时候 直接就有损益 那么乘坐人 确认费用 那么既有什么费用 销售费用 制造费用等等 那么出租人 一般确认为收益 确认为收益 走什么科目 看看什么企业了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和绩效挂钩还记得吗 那么按照营业收入的比例 营收的比例10% 或使用情况也可以 挂钩了 那么这种可变租赁负款额 那么只能是 记录当期损益 双方都记录损益 只不过一方费用 一方收益而已了 听到家 出租人应定期复合计算 复合计算 租赁投资总额 所使用的未担保余值 那么这个未担保余要复合 那么你这个预计的 这个未担保 谁都不担保 我自己担保吧 如果预计未担保余降低了 出租人应该修改租赁期内 的收益翻派 应该立即确认预计的减少的金额 这句话了解也可以了 好 下面我想讲一个问题啊 就是租赁准则 和投资性房地产准则 适应的范围 我们前面讲的是乘租人 乘租人最简单 乘租人在会计核算的时候 那么都适用于租赁准则 这都好办 无论是房屋建筑 还是动产不动产 都是用租赁准则 问题是出租人 出租人如果经营出租建筑 土地使用权 则适用于投资性房产准则 那么如果是经营的 或融资租赁出租的是动产 比如说机设备 飞机都动产 那么适用于租赁准则 不一样 所以这有两个准则 租赁准则和投资性房产准则 要注意要区别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 中国底来说明一下 这个出租人的快处理 20年12月31日 假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一份合同 这什么日子 这叫什么日子 这叫租赁开始 租赁没带7字 租赁开始 彭乙公司租入一条生产的 全自动成套机器设备的流水线 租一条设备 租一条流水线 动产 那么第一 租赁合同条款是 第一 租赁的资产货标的物 是某型号流水线 好 租赁期开始带7字了 这带7字了 这叫租赁开始 这叫租赁期开始 是21年1月号 那么租赁期呢 是从21年1月号 到26年12月30号 共计6年 共计6年 第三 固定租金支付 是每年年末 不是年错 年末支付租金800万 800万 那么如果假公司 能够在每年年末 最后一天 及时付款的话 及时付款的话 那么则减少租金是50万的 给你50万的奖励 在这种情况下 注意啊 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注意了 你的实质性的固定付网额是多少 是800扣掉这50吗 扣掉50 是750 那这讲要扣掉 扣掉了啊 而且我们能预计啊 接着看 取决指数和比率的 可变租赁付款额 租赁期间内 如果遇到央行 贷款基准率调整的话 出租人将对租赁这个利率啊 租赁做出一个同方向的 同幅度调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你原来确定这个租金啊 确定这个租金的800万 就是基于这个央行这个基准贷款利率来计算出来 所以这800纳入不纳入 租赁收款额中纳入 然后扣掉给予的奖励50万就可以了 接着看 那么以后变再说以后的事 现在先不管它啊 好基准利率调整日之前各期和调整日当期租金不变 从下一期租金开始调整 这是第三第四 租赁开始 没带期字啊 租赁开始 租赁自然的供应价值是多少 那么在20年12月31日 租赁开始 它的供应价是3500 账面是3000 供应和账面价差额 寄与到资产处置损益 这也走自然处置损益啊 好第五个 出使直接费用 那么签合同过程中 那么以公司发生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手续费佣金50万 那么这个内容在我们程总人讲的时候 说过这叫增量成本 增量成本 这个增量成本作为程总人而言 不需要折线 直接介入到什么类的 使用权资产中区 没问题吧 那么这边呢 一会儿说 直接介入到 应收东西就可以了 是吗 就应收东西 对吗 哎错 后面来错 第六 成租人购买选择权 租赁期届满时 奖公司想优先啊 优惠购买这个流水线选择权 购买价格是100万元 而当日的公允价却是400万 你说会不会行使 会不会行使购买选择权 一看就会行使的 一看就会行使 好 这是一个 那么第七 取决租赁资产绩效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二年和二三年两年 按照流水线所生产的产品的收入的百分之十 那么要支付 向我们来支付 对我们来讲 是租金收入 那么那一方的租金费用 是可变的啊 既有随意就可以了 八 城主人终止租赁选择权 家公司享有终止租赁选择权 是城主人租赁期间 那么如果家公司终止租赁时 需要支付剩余款项 所有的租赁的租金 你说这种情况下 城主人会选择 会选择终止租赁吗 不会选择 你选择了 那钱也得给 剩余租赁期的固定的租赁还得给 九 担保余值和未担保余 都是零简单了啊 全新流水线使用剩余为七年 好 这是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 二年和二三年 甲公司分别实现了收入 五千万和一万万元 按照比例 按照比例 那么在这块 我们要收取对方支付 一个五百万 一个一千万 三 租赁期届满是 城主人行使的购买选择权 乙公司实际收到一百万 对方支付一百万 好 下面给的资料 分别有关资料啊 百分之八 百分之七的 等等有关资料 自己看 要求编制出租人乙公司的 化解分路 好 第一 首先判断租赁类型 所以对出租人来讲 有个判断问题啊 第一 本题存在优惠购买选择权 最简单 那么优惠购买选择权 一百万 远低于行权时 它的那个时候 租赁占的供赁价四百万 即购买价格一百万 仅为供赁价值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我们在什么日子 在租赁开始 不是租赁期开始 在租赁开始 我们就可以合理确定 这个承受人将行使购买选择权 所以一定判断什么 融资租赁 好 第二个也可以判断 再可以判断一下 租赁期是六年 对吧 占租赁开始 租赁资产的 是多少 是七年 我们刚刚给七年 给七年了 所以六除七等于85.7% 大于百分之七数 那么这点也能判断出来 是融资租赁 满足一个就可以啊 满足一个可以啊 那么第三个 以公司综合其他的各种迹象 那么认为该租赁实质上 转移了与该项流水线 所有权有关的记户 全部的风抢报酬 因此可以判断为什么 融资租赁 写一个就可以了啊 好 第二 确定租赁收款额 那么租赁收款额 第一个固定付款额 扣掉 一定要扣掉 激励的金额 所以800万 每年年末支付800万 如果假公司承租人 最后一天给钱的话 我豁免50万 就相对给50万的奖励 那么扣掉50万 乘以6年 乘以6年 那么算出4500 这是第一 第二 取决指数和比率的 可变租赁付款额 那么该款项的初始券时 是根据租赁期开始 当时的指数和比例确定的 所以租赁期开始 那么我们在这就不再做考虑了啊 其他后面变就不考虑了 好 第三 乘赁人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那么租赁期届满时 乘赁公司有优惠购买流水线的选择权 而且购买价格是到100万 而且这100万吧 那么一定是远低于 租赁期届满时的供赁价是400万 所以这个优惠选择权100万 进入不进入到 租赁收款额中呢 进入的 所以因此 在租赁开始 注意20年12月32租赁开始 就可以合理确定 甲公司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 结论 租赁收款额中 就应该包含 成存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100万 换句话来讲 对方呢 对方呢 那么租赁付款额中 也应该包括 应该包括 都要折现 都要折现 第四 终止租赁的罚款 虽然甲公司享有 终止租赁选择权 但是如果 停止租赁啊 就是终止租赁的时候 甲公司需要支付 看上了吗 支付什么呀 支付 这个款项为 剩余租赁期内 全部的固定的 这个租金的支付的金额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终止选择吗 不会 终止 这个选择权也不会行使 所以结论 根据上述条款 可以合理确定 甲公司不会行使 终止租赁选择权 所以这个资料没用 这个资料没用 第五 由成族人向初族人提供担保余值 那么甲公司向乙公司提供担保余值 零 所以未担保余值和担保余值全零 那就省事了 综上所述 那么应收融资租赁款 二级科目 租赁收款额 明细科目 初始入账金额 两个金额 那么第一个金额 是固定的收款金额 那么是800扣掉50 乘以6年是4500 那么第二个内容呢 就是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是100 加在一起4600 这叫租赁收款 对方呢 对方呢 叫租赁付款额也是4600 再接着看 三 确认租赁投资总额 租赁投资总额得什么 在于出租赁应收融资租赁款 4600 刚才说过了 就这4600 对吧 加上未担保余值是0 没有 没有担保 未担保什么都没有 还是4600 这有了 好 第四目 确定租赁投资净额的净额和 未实现融资收益 那么我们确定租赁投资净额的目的 就是为了算这个明细科目 要把这个明细科目算出来 所以来看一下 那么应收融资租赁 总账科目的初始计量金额 总账金额说把就是租赁投资金额 这个金额 那么等于租赁赁在租赁开始日 它的供赁价前面给过了是3500 还不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也给了 供赁价也给了 这用供赁价375 那么再加上初始发生的初始直接费50万 签合同过程中的首缺佣金50万 好那么这样算出总账金额是3550 那么此时二级科目就好办了 应收融资租赁 二级科目为实现融资收益 要初始状金额是租赁投资总额4600 前面讲的总额减掉净额减掉 减掉租赁投资金额3550 算出1050 那么是它二级科目 所以这个4600我们前面算出来了 就是4600出租人应收融资额款 这4600加上担保余制零还是4600 那么再接着减掉这个3550 这350是租赁投资金额 好 那么二者差额这个明细科目就算出来了 那这块特别麻烦 我觉得它比这个成租人和出租人相比一较 成租人还是简单 我觉得这个特别麻烦 以前老准的就那么麻烦 现在还这么麻烦 第五计算租赁内含利率 要用差值法来计算 那么租赁内含利率是指 租赁投资总额的限值3550 即租赁投资金额的数 应该正好等于什么 等于租赁资产在租赁开始 没有在欺赁 它的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 初始职业费用之和的利率 所以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看一下 那么第一 每期收取的金额是800扣掉50 乘以年金限制系数 实际利率R 那么六年期 这是一个什么 是年金 那么再加上100 这100什么 这100 是行权时支付这金额 我们收到金额 100乘以复利限制系数 11R 六年期 正好等于什么 350 这350 这350什么 我们350刚刚说过了吧 就是这个350 什么东西 应收融资租赁 总账金额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租赁 开始 它的供允价值 供允价值 加上初始职业费用 50万 那么都能算出350 好 这数有了吧 好 再接着看 当时于R等7的时候 我们再接着算7% 那么这个复利限值 这是年金限值系数 那么等于把公式套进去 那么算出后面的一个结果 3641.505 这块我们保留了小数的后面的位数了 好 那么紧接着当时于R等于8的时候 再去套系数 然后用差值法去计算出 最后那么得出的内含利率7.8% 7.8 那么这是你们常务管理中的内容 不再介绍了 好 第六 21年1月1号 我们编分了 借记 营烧 融资 租赁款 二级科目 租赁收款额 我们前面讲过了 是两个进了4500 再加上那100 行权价格100 那么这样算出4600这有了 然后接着看 带银行存款50 那么也就是增量成本 那么佣金守费什么之类的 然后再接着看 一个来 那么租赁投资总额 我们刚才算出了4600了 有了4600了 那么往下接着走 我们要算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算这个1050 为了算1050 1050怎么来的 看见了吗 1050怎么来 是租赁投资总额4600 是那个总额4600 减掉 租赁投资金额3550 到几出 这个1050 好 然后再接着看 那么同时充减账面价 代计 融资 租赁资产 那么这个账面价值是3000 公允减账面差额 进入到资产处置 所以中去1500 那么再看账平 平的 所以这难是难在哪 难就难在这个 为实现融资收益这个金额了 那么这个租赁收款额也简单 租赁收款额简单 那么充减账面价值 公允减账面 这都简单 关键是为实现融资收益 这个金额比较难 所以1050的数 慢慢再去研究研究 记住前面的公式 记住前面的公式就可以了 七 储存计算租赁期内 各期的收入 那么最早我们确认金额350 350你可以编分路啊 就是 租赁收款额 减掉 为实现融资收1050 那么算出来金额350 这是租赁投资金额的余额 就他们俩背底的金额啊 或者是你用这个公式也可以啊 是 租赁开始 他的公允价3500 那么再加上出赁发生的初始职业费用 50也能算出350 那么这是什么 租赁投资那个金额 那个金额 实际就是他们俩 就是他们俩的差 好 有了这个金额以后 那么以后 我们藏实际的把它 差着吧 算出了7.8% 好 那么我们就用了一个数据计算 用这个数3550 乘以7.8% 那么算出277.61 好租赁收过每期收750 800扣掉那个50了啊 那么这样我们算出七出的金额 加上那么一减第二 那么算出后面的金额 后面一次的推 不再介绍了 好 这是一个最后摊销完毕后 那么余额一定剩100 这一半就是后面要行权价格 我们要收到的金额 直接冲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带信号到几的 最后一期要到几 到几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到几的金额 自己看就可以了啊 那么21年12月31日 收到第一期租金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代季 营烧融资租赁款 二级科目 租赁收款顾 那么第二 贪销 为实现融资收益贪销额 公式和我们前面讲的 为劝融资费用 那个摊销方法一样 是年初的租赁收款额 金额4600 4600 减掉年初的 为实现融资收益的金额 是1050 二者之间差额 乘以实际率7.8% 算出277.61 翻录 借记 营烧融资租赁款 二级科目 为实现融资收益 那么代季 租赁收益 这是银行业务 类似银行业务 也就是非银行的金融业务 类似 好 277.61 接着看 二年12月31日 收到第二期租金时 还是借银行 代季 营烧融资 租赁款 二级科目 租赁收款 好 第二年摊销 为实现融资收益摊销 我们还有两种方法算 上年的这个数 那么4600 减掉上年收到的750 再接着看 上年的年初的 为实现融资收益是1050 减掉上年摊销进行 上年摊销进行是277.61 好 中国号 在场以实际率 7.82% 算出242.67 借记 营烧融资租赁款 二级科目 为实现融资收益 代季 租赁收入 240 后面以此来推 第八 收到与销售数 挂钩的租金 可变 可变的那块 实际收到是 借银行存款 没收到 进行收 代季 租赁收入 那么就是5000 乘以10% 那么下面的1万 乘以10% 分别借银行存款 代季 租赁收入 一个500 一个1000 好 第九 租赁期借满 那么对方行权了 我们收到100 借银行存款 代应收 融资租赁 二级科目 租赁收入 此时余额变成0了 所以最后 那个右下角 那表中数字 还剩100 我们在这收到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讲的 它的一个 基本的账务处理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财政部快议司 关于实施准则问答 那么成属人 于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 欠付租金 怎么办 欠付租金的 出租人应当如何 进行处理 这个内容应该说呢 是由于新冠疫情 造成的 那么也就是没钱了 我真的给不了租金了 真的给不了租金了 那么出租人 到底怎么办 是不是要把租金 给他冲掉 劝完租金 把租金收入给冲掉 是不是 那么这边成租人 成租人 那么这问题 那么出租人 确认了租金收入 是不是把租金收入给冲掉 所以差错更正给冲掉呢 还是说提减值 下面来看一下 如果成租人欠付租金 但租赁合同没有发生变更 没有发生变更 出租人应当按原租赁合同条款 进行相应的快处理 那么出租人可做出 快计政策选择 对租赁应收款项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 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 提减值 还是按照发生的信用减值过程的 三阶段法来提减值 这个你可以选择 你是用简化的 还是三阶段法去提减值 如果简化的 那整个存续期内 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 如果不采用简化 那三阶段法 所以在这注意啊 租金收入 你该确认还得确认 钱收不到了 提减值 提信用减值去 那么如果成租人与出租人 就租金减让 达成新的约定的话 并满足相关规定的情况下 那么关于简化处理方法 那么出租人可以选择简化方法 进行处理 这种可以采用简化 只要有一个简让的情况下 有一个可以简化的处理方法 那么进行什么 简值测试 简值计算 上面有一个政策选择 你可以用上面的简化 也可以用三阶段法就可以 所以这块总原则什么 是提简值 提信用简值 知道吧 这是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也许有一个简单的东西 也许有一个简单的东西 是有些简单的东西 也许有一个简单的东西 就是你 那么简单的东西